鸡肉鸡肉鸡肉 鸡肉鸡肉鸡肉 我才在旁邊抓到一條青稻夫 怎麼做青稻夫 這條不是青稻夫 這條是淡水魚裡面的十大名之一 準核魚耶 那這怎麼做才好吃 今天我就會做一道比清蒸還好吃的 花椒蒸 今天這個視頻都是乾貨 我會著重幾個點交代 如何去除魚的腥味和掌握蒸魚的火候 第一步我們把魚先宰殺 趁筍科魚沒有注意的時候 敲暈它 然後從它的頸部放血 再刮去魚鱗 刮好魚鱗洗乾淨後 讓魚下巴和魚腮分開 然後用剪刀或者刀 拍膛破肚 開口多後再把魚腮去除 就可以得到一條完整的內臟 大多數的海魚和和魚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稍後這一步來去除魚表面上的腥味 我們先把魚表面完全的抹上食用鹽 它的腥味來自粘液 鹽恰好可以分解它們 不是所有的魚都有這個必要去抹鹽 有一些海魚它本身就不腥 就沒有這個必要 抹均鹽後立馬用水把鹽分沖洗乾淨 這時候的腥味和粘液就隨著水流走 魚的腥味還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它的血液 一定要把頸部放血處殘留的血汁 清洗乾淨 清洗乾淨後再用廚房抹布或者紙巾 吸乾它內外的水分 這一步的目的是讓魚在針織時 不會讓表面的水分稀釋它的鮮味 擦乾淨後把它改刀切成小塊 以上這些鯊魚和去腥的方法 可以通用到很多的魚類 不一定要用筍殼魚 現在來切一些蒸魚的薑蔥 這一步把魚進行醃製 下入適量的鹽糖 少許的胡椒粉 去腥少許的蠔油提鮮 適量的米酒 如果沒有米酒 也可以用其他的料酒代替 然後下入薑蔥和鮮花椒一起攪拌均勻 在這裡注意 蒸魚的醬油要放到最後再下 攪拌均勻後 再下入適量的澱粉 包裹出所有的調料 完全攪拌均勻後 下入這道菜的靈魂花椒油 再攪拌均勻後進行擺盤 這道菜如果你買不到鮮花椒 也可以用乾花椒來代替 它的效果同樣非常的出色 在擺盤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讓它重疊在一起 否則它伸手不一 蒸鍋水開後 再下入魚塊 用大火蒸6-8分鐘左右 蒸魚的火候要記住3點就可以 水多火大氣足 按照以上三個步驟來蒸吃 魚塊絕對鮮美無比 蒸好的魚塊再去除薑蔥 淋上適量的蒸魚豉油提味 最後盛菜時再給上適量的花生油 鞏固它的花椒味 你來嚐一看 日魚肯定要吃魚腩 嗯 吃得比清蒸好吃多辣 確實好吃多辣 有另一番風味 對 抖映